那么然后今天我们就讲MVT里面的T 模板 模板这一块 那么模板这一块的话 我首先还是给大家先复习一下 模板它的一个基本功能 模板的话 它就是用于去产生我们的HTML页面 就是控制页面上展示的内容 怎么展示 模板的话 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HTML文件 它里面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部分叫做静态内容 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去写一些CSS 或者是GS 或者是一些HTML的语言 那么还有一部分内容是动态的内容 动态的内容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去写一些 类似于编程语言的代码段 也可以使用一些变量 那么这一部分 它就是用于动态的去产生页面的内容 它是通过模板语言而来产生的 这是我们的模板 然后再往下就是我们某本文件的使用 那么某本文件使用的话 这个我们还是先建一个项目 再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今天给大家说一下 怎么使用我们的PureCharm去建建枪构项目 你就在这里面打开你PureCharm之后 点击File 这边有一个New Project 就新项目 然后在这里面你看到下面有一个 江口 下面有一个江口 那么这里面 你可以在这边选择你这个项目新建的一个路径 对吧 比如说我建在它里面 建它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项目 它要有一个名字 我就叫它Test 然后这边是你这个项目所用的环境是哪一个 我们的虚拟环境 就是这个BJ18PSI 所以我就选它 然后再往下 这下面还有很多其他的 点击Mao Settings 这边就给你显示出其他的内容了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你看到这边有个Template Folder 这就是这个模板目录 你只要在这边一选 那么你再去创建这个项目的时候 这个模板目录 它就会帮你创建出来 并且这个模板目录的设置 它也帮你做了 然后再往下还有个叫做Application Name 就是你可以选择去创建项目的时候 创建一个应用 比如说我叫Book Test 然后在这里面点击这里面来创建 我就在当前打开了 好 那么我这个项目我就创建好了 创建好了之后 我们找到这个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 模板目录建好了 这个应用的也给我们建好了 然后你看一下它的配置文件 那么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这个应用也帮你注册了 那么然后这边 某版目录的配置 对吧 也帮你做好了 OK 那么这边我们就是 下面我们把我们这个数据库 给它配置一下 Masako Masako 这里面还是我们的 叫DK18 User Root Posword Posword 然后写上Masako 这是你登录的密码 host就是连接的数据库所在的机器 Local host 联合的本级 Pot是数据库服务 对应的一个短口号 我就叫3306 3306 OK 那么这一部分是我们数据库的配置 然后在配置完之后 在这个init里面加上两句话 首先导入我们的PomSako 然后调用PomSako的 Install的ISMasakoDB 把这两句加上之后 那么你这个项目 现在就可以启动了 我直接CD 边边CD我们的Test4 这个项目 然后启动项目 Python Manager Posword 一个run server OK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这个项目就启动了 下面的话 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 某版文件的一个使用 那么在这边 我们就是 在这个template下面 我先新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booktest booktest 然后在它里面 我就新建一个某版文件 这个某版文件 我就叫做index indexitml 那么这里面 就是我们的某版文件 对吧 好 某版文件 好 那么我们之前给大家讲 我们要 现在我们要使用 这个某版文件 对吧 使用某版文件 分为几步 分为几步 好 现在我要定一个index index去使用 我们这个某版文件 分为几步 好 首先 三步 对吧 那么回顾一下 第一步 加载某版文件 对吧 用于 它的作用呢 就是获取某版文件的内容 原有是什么 就是什么 产生一个某版对象 那么第二步呢 定义某版上下文 就是给某版文件 去传递一些数据 让某版文件里面 可以去使用这些数据 那么第三步呢 就是某版游染 就是某版游染产生 ITML内容 就是用你传递过来的数据呢 替换先例能变量啊 并且执行一些语句 产生一个替换后的 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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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ML内容 那么 这就是我们某版文件的使用 那么这个过程呢 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步呢 就是这个 下载某版文件啊 目的呢 就是获取一个啊 获取一个某版对象 那么 然后再往下啊 定义某版上下文 某版上下文 他的目的呢 就是给这个某版文件的 传一些数据过去啊 给某版文件传数据 好 那么 第三步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啊 这个 某版渲染 某版渲染 就是产生一个啊 一个 那么 替换后的啊 就是替换后的 HTML 内容啊 就把一些变量 一些语句呢 都给它替换掉啊 替换成像的内容啊 这是某版渲染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加在某版文件 我们需要去 使用一个东西啊 from我们的 jango.template 就jango里面的 某版这个模块里面 导入一个loader 这个loader里面呢 有一个 方法啊 loader.gettemplate 里面呢 写上你要使用的 某版文件的 路径 那么这个路径呢 我们要使用 booktest下面的 index啊 好 最终 你有了这样一个 某版对象啊 某版对象 ok 那么 然后呢 定义某版上 样文的话 我们需要使用一个啊 叫做request contest啊 这种类的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呢 也这个类啊 哎 创建一个这类的对象 这个类呢 就在也在这个template啊 模块里面啊 request contest ok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第一个参数呢 传request啊 第二个参数呢 你传一个字典 这个字典呢 就是你要给某版文件 传的数据啊 哎 我这里不传 我就写一个空 那么 然后呢 我有的这样一个对象 好 第三步呢 哎 模板渲染 模板渲染的话 哎 这个模板对象呢 它有一个方法 哎 叫做render啊 Render的时候呢 你把这个contest的上下文呢 给它传过来 哎 它在渲染的这个过程啊 这个过程呢 其实就 其实就是 根据你这里面传过来的数据 去替换你 替换模板里面原有的一些变量啊 并且执行一些语句 对吧 这是它啊 最终把这个替换后的内容呢 哎 作为字符串呢 给你 返回啊 返回 好 有了它之后呢 哎 我们呢 就可以呢 把它 哎 返回给浏览器啊 返回 哎 这个 应答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是需要返回 导入一个啊 from Django 点 itp 哎 impar的我们的 itp response啊 最终呢 去返回一个 itp response 类的对象 哎 直接返回一个 is itml OK啊 哎 这是它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假设啊 这个地址就叫做index 好 然后呢 我们需要呢 去配置一下 我们的 url啊 那么 首次去配这个url的时候 还是首先 先到这个 项目的urls里面啊 去进行一个包含 就url 哎 上前公号 我直接开头啊 里面写上这个 incloud啊 booktest 哎 它下面的urls 那么 这一部分的话呢 我们这里呢 哎 应用里面 哎 默认没有这个urls 文件 那么你要在这边呢 你自己呢 去建一个啊 我们直接还是把它拷贝过来 拷贝 哎 放到这个下面 好 然后呢 这里面 这里面有些不需要的啊 就给它删了 好 这个也不要了 好 然后啊 我们就在这里面把我们这个地址配置一下 哎 这里 在这个应用的urls里面呢 哎 写你这个地址跟视图的对应关系啊 我叫做index 哎 到了 哎 那么把我们这个vios呢 导过来 哎 直接呢 from booktest啊 import它里面的vios 哎 它对应的这个视图呢 就是我们的vios.index啊 OK 那么你这样写完之后呢 我们下面呢 就可以呢 去访问这个页面了啊 直接呢 就是我们的 wt 哎 直接写上一个index啊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使用这个某本文件啊 它的这么几步啊 它这么几步 然后呢 哎 我们说这个这个东西呢 其实呢 它呢 就是给我们啊 你可以呢 基本上啊 我们做一个网站的话 肯定你视图里面大部分的话都是要返回一个页面的啊 但是你发现每一个视图里面呢都会有这么几步啊 只要去使用一个某本文件的话都会有这么几步 哎 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使用的路径对吧 传过来的参数 哎 这个不一样啊 这个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之前呢 我们给大家封装了一个方法叫做my render my render 哎 直接传一个request 哎 你再给我传一个template pass啊 template pass 哎 你要使用的某本文件路径 哎 再往下呢 就是一个contest啊 contest 哎 就是你要给我传的一个数据啊 默认的 我可以给它等一个空 哎 代表啥都不传 那么我们就可以呢 把这几步呢 你直接呢 把它去抽到我们的这个里面 哎 还是里面啊 那么然后呢 这一部分对吧 哎 换成我们的这个参数template template pass啊 然后呢 这个request呢 就是我们传 这个request啊 就这个参数 那么这个 哎 contest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字典对吧 然后呢 下面呢 进行渲染 然后呢 把这个内容呢 进行返回 好 我们呢 就可以使用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方法 直接呢 就my render request啊 哎 使用的是我们 book test下面的 index.itml 对吧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哎 我们不传数据 我可以呢 直接呢 不写第三个参数 哎 它有它的默认值 好 最终 我们说试图呢 它就要返回一个 这个类的对象 或者它此类的对象 对吧 my render的方法 刚好呢 就是这个类的对象 我就直接呢 把它进行一个 返回啊 进行一个返回 OK 那么 然后呢 你再去访问的话 哎 你再去刷新这个页面的话 哎 它一样的使用啊 一样的使用 好 这是我们自己写的这个方法 我们说将固本身啊 已经给你提供好了一个 Render啊 Render 那么这个Render里面呢 其实呢 就是做了这些步骤啊 它最终的返回值呢 就是一个这个类的对象啊 就一个这个类的对象啊 OK 那么 然后我们就可以呢 直接去 return一个Render Request 写上我们的Book Test 下面的Index啊 OK 然后 你在这边 你去刷新这个页面啊 也是一样的 好 所以我们 刚开始啊 一开始我们说 昨天啊 我们同学提的 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Render啊 它算不算是一个 对象 或者此类的对象 就是你他这两个函数的返回值 它才算是 IPP Response的对象 或者它此类的对象啊 这两个是函数啊 这两个是函数 OK 那么 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 回顾的啊 我们这个 某本文件 它的一个使用的步骤啊 使用的步骤